好的 咱们这次课程马上就开始了 咱们这次第五次课 求知秘籍思想课的第五次课 前四期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 就是如何开始准备面试 准备简历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是个准备环节 这次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放在第五次课 也就是中间这次课 也就是说你实际开始上网投简历的时候 你具体需要去哪些网站去投 或者是怎么说就是哪些网站是最有用的 具体怎么操作这些网站 然后我都会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废话不多说 咱们正式开始 美国求职战略 首先说一下分为三种不同的战略 针对于你想求的职位和你的经验不同 首先实习的申请战略是什么呢 广泛的利用学校的资源 学校的资源 而不是用社会上的资源 比如说你申请实习啊 你去indeed的上去申请海头简历 那个效果可能就不是很不是很大 所以呢你有效的利用学校资源 比如说co-op 比如说有些学校有co-op 有些学校有professional program 有些学校还有一些自己私下的一些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学校的资源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是肯定知道有这个资源的 尤其是你会跟一些美国人去竞争相同的position 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国际生啊 没有那么多经验啊 在本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经验 所以呢你去申请这些项目 这些资源啊 有可能啊就比不了那些美国学生 所以学校资源是一方面 你可以主动申请 但是呢竞争压力也很大 啊作为一个国际生 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华人社团的一些资源 华人团体华人社团啊 举个例子啊 当时我找到我第一份实习啊 其实就是啊 在一个当地的一个华人组织的一个小型的career fair上啊 去找到的这个啊 这个机会啊 找到这个机会 其实并不是那个career fair里头有这个position 而是我我通过这个career fair 扩张了我的人脉啊 使得了我认识更多的华人的这种高层管理人员 然后呢我通过他们帮我refer了一下啊 然后refer到了一个啊 一个intership position 所以呢啊 既然啊 既然这个学校的资源非常的怎么说呢 啊非常竞争竞争力比较竞争比较强烈 那么大家不妨去挖掘一下 作为啊 作为中国人 作为国际学生啊 有什么专门给咱们开放的一些资源 这个呢 因人而异 因学校而异 好吧 最后呢 就是再笼统一点啊 所有任何的这种非公开性质的资源 比如说啊 你你室友的父母 对吧 你室友 比如你在学校的室友 是不是比如说是个美国人 那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对吧 能不能帮助你一下 对吧 或者你找一些关系 这样一般来说 申请实习 很少说是通过海头或者往生 得到的这个实习职位 也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大部分来说呢 怎么说都是走关系啊 通过一些人的refer 这样那样 通过一些非公开性 非公开性质的资源而找到的这种实习职位 这种啊 比较多一些 好吧 实习呢 非常难找啊 非常难找 因为非公开啊 因为他资源都是非公开性质的啊 咱们说本硕啊 本硕申请FoTime 是怎么样的呢 啊 啊 他就是疯狂的利用往生海头这个渠道啊 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啊 大家如果找FoTime 每天至少保证啊 在这些海头网站上发申请至少十个职位啊 你看你每天申请至少十个职位 咱们就算你周六周日休息啊 每周也至少是一个五十个职位 对吧 每周至少五十个职位 也就是说你的如果你的简历过关或者是达到我的要求 按照之前我说的那些方式方法去改的话啊 每周五十个职位啊 你至少应该是哪能拿得到一个interview 也就是说五十中一的这个几率啊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除非呢你的major非常的小众啊 你除非你的major非常小众 你可能要到达100比1的这个求职命中率 但是呢 每天呢 要通过一个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 比如说当年啊 我找工作的时候啊 我每天是不止十个职位的 那么我通过啊 前期啊 一个月的这种不断的申请 不断的积累啊 发出了成百上千个申请 那么我后来的结果就是啊 我后来发现我在某一个时段 某一个月里头 每天都能收到interview的邀请啊 这就是当的 这就是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啊 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是内推啊 详见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种 具体有哪些渠道 具体有哪些方法 我都在上一节课给大家说了啊 如果大家觉得往深啊 你深了每天申请十个职位啊 然后你深了一个月 然后发现没有多大效果 然后你的简历呢 也你也觉得OK 那么呢 那么呢 你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你的呃 你的就是 major或者你学的东西 可能真的不是很match 跟这个industry里头需要的人才 需要的这种啊 啊 这种公司需要的这个skill skill set 并不是很match 那么呢 你还是去找一下内推啊 重点去找内推 第三个来说 博士申请 它是一个专项突破核心竞争的一个啊 一个strategy啊 这个呢啊 博士申请呢 我并不推荐啊 像本硕那样以量来取胜 博士本身就是一个专项突破的一个啊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背景 所以呢 你找工作依然像找一个博士一样啊 像专项突破 所以呢 以内推啊 以内推为主啊 内推具体怎么说呢 啊 看 看第四可 看第四可啊 然后呢 主要就是发掘一下自己身边的人脉啊 或者已经毕业的人脉 以这个来进行突破啊 往生呢 也是同样需要做的 但是要以少量精准的往生啊 少量优质的往生为主啊 为主 也就是说 特别match你的背景的时候 你才去往生啊 如果不是很match啊 那就考虑一下 完全不match就不要生了 不要浪费时间 本硕呢 是来者不拒的啊 只要你觉得这个skill side跟你的简历啊 有那么一丁点的相关啊 你就可以生也没有关系 像我以前曾经说过啊 有些职位他曾经写过各种各样要求 比如说工作时间的要求啊 我需要五年 然后 然后什么什么呃 major的要求 怎么怎么样 这些呢 本硕申请者不用去仔细看啊 五年以下的工作经验啊 就是说他的要求 如果是我需要三年工作经验 我需要四年工作经验 我需要五年工作经验 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完全是可以去申请的 不用care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呢 有的时候呢 他就是写在上面 他其实真的不是很care啊 公司并不care 你到底有没有五年工作经验啊 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over qualify 怎么说呢 如果这个job description上面写的是 我需要的人才是什么大专背景 或者是high school毕业 这些呢 他就不是一个很technical的工作 一个position 不需要照一个工程师来做啊 所以呢 硕士和博士呢 这些都不用去申啊 本科呢 呃 我也不推荐大家去申啊 因为呢 他不是一个呃 对对口的一个position 好吧 好啊 下一页啊 啊 具体网站啊 网站有哪些网站呢 啊 比较有效呢 我给大家罗列几个 首先第一个最有效的呢 就是校园求职网 也就是说你本科 你学校里的啊 这个care center website 很多学校呢 现在用这个handshake啊 啊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 handshake 你在handshake上去找工作啊 去搜职位啊 方式方法呢 跟这个啊 跟这个indeed的或monster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的优点非常的明显 就是学生对口和专业对口 因为handshake或这些校内求职网 它并不公开给所有人 所以呢 所有公司在这上面po职位的公司 所要的人都是啊 都是啊newgrad 也就是说都是刚毕业的新生啊 你不用去和这些社会人去竞争啊 有工作经验想要跳槽的 你不用跟他们去竞争 所以呢 啊 这个网站是最最重要的 那所有跟你竞争的人都是学生啊 都是学生 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啊 职位很少啊 更新呢 也不是那么的快 而且呢 严重取决于学校的资源 好坏 有些学校啊 他就是资源多啊 比如说 比如说斯坦福 我看过他们的啊 这个career center website 啊 就是大量的职位啊 并不比什么印记的那些职位少啊 这就是学校好 能给你带来的一个资源上的一个弥补啊 所以呢 学校好的当然是很重要的啊 啊 当然如果没有优质的学校资源来提供这个来提供这些职位呢 啊 大家可以去啊 这种indeed的或monster上来看来找一找职位啊 待会儿呢 呃 我再说一下 呃 另外一些网站 这个这个学校的内网 呃 你的查看频率呢 需要做的是每天至少要查看一次啊 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你可能可以申请的职位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点 所有啊 在公开网站上申请的职位啊 不仅仅是学校内网 包括这种啊 社交网站所有网站职位越早申请越好 也就是说这个职位刚po出来 你就最好立刻把它申请了啊 刚po出来啊 24小时之内你就最好把它申请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些啊 有些公司啊 他比较火爆 比如说facebook啊 比如说facebook 他比较火爆啊 他的所有职位啊 po出来之后都几百上千个人去申请 那么他他这个啊 他的这个电脑里头啊 进行积选的时候 可能啊 用的就不是啊 就不是纯关键字积选 他有可能就卡一下你的你的申请时间 比如说24小时之内 我已经收到1000份有1000份申请了 好 那24小时之后所有申请的人啊 我就不再看了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一个candidate的pool 对吧 我并不需要去做更大的candidate pool 我完全可以在这1000个人里头 择优录取 对吧 所以呢 他有一个卡时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当然并不是每个公司都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也说不准 所以呢 我推荐你啊 所有工作啊 所有职位都是啊 越早申请越好啊 那有些人曾经问过啊 这个职位po出来 这个职位po出来 我在多长时间内申请 是大概可以呢 这个因公司而异啊 但是给大家说一个ballpark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呢 你至少至少要在一周之内 把这个工作申请了 我可能还没见到有一个position 他开了一周 他开的时间比一周还要长啊 所以呢 至少24小时之内啊 你要申请了 多于一周 比如说你看这个工作已经po出来超过一周了 那其实你就不用浪费时间申请了 因为你可能也没有太 也没有 对吧 你可能也就没没什么机会了 OK 第二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网站是linked 自从linked改版之后 他在我的这个排名里头 穿升到了第二名 首先呢 是 是他 首先最重要的优点啊 最重要的优点是 他有一个社交优势 这是别的社交网站是没有的啊 你可以直接联系到他们的haring manager或hr 对吧 具体的这个 这些细节呢 其实就是我上次讲的 内推的一些细节 去直接去找他们的hr或haring manager 好吧 然后直接联系他们啊 然后呢 linked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呢 就是公司的背景和公司信息写的非常的充分啊 你在申请的过程中呢 可以了解这个公司啊 一定要花点钱买个premium啊 一定要花点钱买个premium啊 这个premium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信息 包括这个公司的啊申请啊 最近一段时间申请的人数最近一段时间 hire的人数是不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公司他是在裁员还是在扩张他的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salary他是一个什么 level等等等等的非常多的信息 所以呢premium是非常值得啊 然后呢啊还有就是职位介绍非常充分啊 他一般一般介绍不充分的职位呢 他都不往上放 然后呢还有很多还关键他有手机APP啊 手机APP啊 你可以在手机上查很多东西 但是呢缺点啊缺点呢 以前他是有一个职位不全公司不全的缺点 以前这个这个缺点非常明显啊 但是自从他改版之后呢 这个缺点虽然还有但是好多了还好多了职位呢 现在比以前多的多啊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联系上直接去申请啊 尤其是大公司一般是大公司非常全啊 大公司的职位非常的全在联系上 但是不全的是什么 是小公司 是小公司和startup啊 中小型公司 这些不是特别啊 怎么说著名的公司呢 他不是很全啊 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缺点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更新速度不快 更新速度不快 这个对于咱们这些24小时内分秒必争的同学们啊 所以呢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最后呢查看频率啊 每天每天一次至少啊至少 然后呢大家回去一定要完善自己的联系界面 因为你既然既然有胆量去连直接联系 Hairmanager和HR 你就要保证你的联系界面非常的完整和充分啊 起码头像是可以看的 好吧 头像好看 然后呢 之后再去勾搭HR Hairmanager或者是学长学姐啊 充分利用他的社交优势啊 充分利用社交优势 好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网站 是社交网站里头最重要的网站也就是因地的啊 这是社交网站的鼻祖一样的网站啊 所有其他社交网站你都可以不用但是不能不用这个啊 为什么因为他是公公司最全职位最全更新速度最快的一个啊网站之一啊啊 基本上啊基本上所有网站po出来的啊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足够你申请了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信息量太大啊每天他po非常大量的大量的公司大量的职位啊你如何能有效的去filter这些信息如何能找到最适合你的工作还是你所有公司所有po出来的都深来者不拒想当年我最开始的时候啊 每每周投每天投十个职位也都是那种来者不拒的啊去投然后后来呢发现其实更精准有效的啊申请其实更重要这个大家去慢慢投投简历申请的时候啊也会发也会发现啊 所以呢公司信息少而且对对公司信息少是另外一个一点啊就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这个啊 这个公司点开啊他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在里头啊完全不如拎听有的时候我看这个公司我还得去拎听上去搜我还得去谷歌对吧 然后好最后就是查看频率啊查看频率呢啊至少每天一次啊每天一次到每周一次皆可啊取决于你知你取决于你用前两个这个啊这个网站啊是否得到了你想是否申请了足够你想申请的职位啊 比如说你来自一个很好的学校你的你的校内网上就有很多很多职位了啊啊你足够你每天申请好好多个然后你linked上又每天申请好多个啊所以呢你印第的就就相对于来说不用啊去每天每周查那么多次啊去申请 但是如果呢你的学校对吧无法提供你优质的呃大量的这个申请资源那么呢你就呃完全完全的reli on这个印第的啊那至少每天一次啊至少每天一次去看 然后呢印第的呢他里头有很多啊有这个sort by啊sort by relevance啊sort by date你可以呢啊有的时候就把sort by date给点开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按时间顺序来排列你可以呢申请到最最啊怎么说呢最最最最最新的职位啊最最新的职位就是咱们所谓24小时之内啊把它给申掉好吧 然后呢这种社交网站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啊怎么说呢一个特质也就是说呢他可以挂简历啊挂简历就是呢你把这个账户打开啊你可以把简历挂到你的账户上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会有人联系你啊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啊new college grad也就是说作为新啊刚毕业的同学们来说不可能有大公司的hr来找你 一般来找你的呢啊基本是stuffing agency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猎头啊猎头啊猎头来找你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contractor不是contractor啊短期的这种啊合同工美国同学我不太建议你去找合同工因为呢啊你申请这个heb包括你opt等等等等 这些比如说啊heb你申请是在4月1号 对吧你首先得保证你你工作的这个这段时间啊卡在4月1号之内对吧啊很多同学说contractor不sponsorheb啊并不是啊并不是啊 很多很多很多啊contractor是sponsorheb但是contractor有一个工作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他是6个月contractor12个月contractor他是有这么一个一个期限的要求 我不建议美国的同学们找contractor是因为呃比如说4月1号申请heb10月1号approve10月1号生效也就是说你contractor工作的这段时间必须cover4月1号到10月1号之间至少要等到失等他等他这个生效对吧 而且你一个公司要给你申请heb啊那你至少要在呃1月份开始让公司准备帮你申请heb也就是说你基本上至少要找一个12个月的contractor才能保证你完全cover这整个一个heb申请周期 所以呢呃很悬啊很悬啊如果有长时间的contractor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呢我并不建议但是其他呃学其他呃地区的同学们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同学们啊你们你们的身份比较容易搞定啊sponsor呢这个东西不不不不从公司来所以呢啊这个contractor呃对啊这个contractor呃对啊这个contractor 嗯就就跟其实跟普通的food time没有太大区别了好啊找这个这个staff agency找你电话联系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至少他他能帮你去锻炼一下你的电话面试啊你可以假装去说啊我对这个contractor职位非常感兴趣能不能帮我联下面试对吧即使你并不想去你也把这个面试给拿到然后呢你运用 用用各种机会呢锻炼一下你的电话面试啊呃从这个从这个对吧呃从这个经验中啊去improve你的你的interview的能力好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啊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把简历挂在这种啊这种这种这个校招这个社招网站上啊 indy的是一个啊monster呢呃是另外一个啊这就再跟大家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monstermonster呢跟indy的差不多但是呢它的特点是contractor职位非常的多比那个indy的要多的多而且呢你把简历挂在上面呢基本上百分之百会有contractor starting agency来骚扰你啊我将我之前经常被骚扰啊动不动来一个电话动不动来一个电话到后期呢呃其实我面试多了呢我就不太不太爱理他们了但前期呢这些电话经验非常的宝贵非常宝贵啊 啊然后monster另外一个好处是company profile比较完善比indy的好一些 另外一个东西呢呃是careerbuilder也是一个网站啊他的一个好处呢他一个智能推送功能也就是说在你在你搜索和打开这个这个啊某些某些position多了之后他会智能的给你推送一些啊跟你比较match的一些一些职位啊可能啊indy的和monster现在也有了我我已经好久没用了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他们之前最先用的啊智能推送啊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这个今日头条啊那种感觉然后呢呃工作职位呢非常的全面careerbuilder呢什么职位都有啊好呢有另外一个神奇的网站啊叫glass door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记住查你的salary查公司评价查面试的面经啊非常有用啊大家呢呃绝对是离不开啊求职里头绝对是离不开这个这个呃这个website好吧尤其是公司评价 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有的人呢基本上就上去看看salary但是呢呃你要确定你去的公司啊他不是一个坑爹的公司有的什么公司评价什么二二点几行三点几行他就不是一个好公司大家去慎重啊慎重另外一个神奇网站很多人不知道叫dice叫dice啊他是呢steam专业啊专用的啊 他带死里头呢全都是steam里头啊这种工科啊理科背景的这些啊这些position啊也但是呢也是以contract的职位居多啊大家可以去去查查但是呢有个好处就是dice的上面有很多internship有很多internship啊啊最后呢是hebdata啊hebdata这个这个网站呢啊他可以查一个准确的公司的薪水 也可以查这个公司的sponsorship的一个一个情况啊这个薪水非常的准因为salary啊这glass door上面的salary基本上它是一个取平均值而且呢是所有人美国人啊外国人混起来给你搞一个平均值怎么样的但是这个heb呢他就是所有sponsor给你sponsorhebdata的这个也就是说国际学生啊 他的薪水在上面挂着所以呢你可以找到非常准确的一个薪水好吧好最后呢呃再跟大家啊说一下这个呃咱们的广告啊这个网站啊所有人呢一定要去看啊公众号我相信大家也都扫了啊最后呢就是呃免费的美国就业能力评估大家去扫一下啊会有人联系你好吧啊北美工程师求职顾问啊你求职路上的指南针啊咱们 这次课就先到那到这里下次课呢啊咱们继续讲啊咱们讲career fair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好吧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 啊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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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咱们